这几年因为有很多教学经验, 我就会教我的学生, 你们这帮帅人都不会上课了, 见你这麽陰功就教你上面那个 真正吸引力法则的那一句令到能量回来, 我就会叫他们做什麽呢? 就叫他们做一句这样, 我就说好了, 今天开始连续十日, 早晚在家大声念三分钟, 是要去到好像那些寺爱那样, 我爱你, 去到这麽厉害的频率, 就是我愿意着开接受宇宙一切的封城, 就去到好像真的一样, 直接是频率强烈都不得了, 话说有几班跟了我七八年堂的学生, 死又不肯治疗又不肯做事, 终于有一堂我就教这个方法, 跟着他说你早点讲, 跟着你七年才讲这些方法, 转头一个星期他就已经分享了, 他说sir,好见是立即有事发生, 我说是呀, 如果你持续在这个能量是会发生的, 问题是你信不信? 所以这个故事我经常分享, 就是在深圳我上了另一个鬼佬老师的堂, 他教的都是一些生命的丰盛的东西, 他分享的故事对我来说很有用的, 这麽再讲一次, 他曾经有个client, 是一个鬼婆女人来的, 他就找他做counseling, 原因是他觉得他的老板, 这麽多年都不加薪金, 但他的工作表现他觉得值得加, 就很不顺气, 但因为知道他的老板又不喜欢他, 你的老板不喜欢你又怎会加薪金? 然后那位老师就问, 你其实想他加你多少%, 我觉得十几%我需要, 我真的值得, 然后那位老师就问, 为什麽十几%那麽少? 他说他又不喜欢我, 现在经济又不是那麽好, 十几都几好啦, 很好的啦, 他说这个是你的自我概念, 限制你自己的percentage, 他说不如不要用你的标准啦, 用宇宙的标准啦, 那怎麽呀? 就是叫这句啦, 他整个月就在家, 我愿意躺开接受宇宙一声声, 接着再找这个老师, 跟这个老师讲多谢, 他说我一定要多谢你, 那老师问发生什麽事? 他说有一日我老板叫我进他的房, 他老板说, 我不知道我怎麽怎麽做, 你都不要问我, 我其实是不喜欢你的, 但这个强烈的感觉, 我无法去否认, 所以我决定加你二十几%。 即是他傻了, 二十几%? 他说是呀, 这个故事是很鼓舞我的, 对我来说, 我生命体会过很多次这个Energy的, 我知道我其实不是死在经济环境, 是死在我的自我概念, 不是世界不给好东西我, 是我觉得我有很多不值得的伤痛频率, 我无处理, 那我就无办法可以吸引到这个频率了, 所以我想告诉你, 现在我每日需要管理的, 是管理我, 我又捉到自己觉得自己不够好了, 我觉得自己无用了, 又或者觉得经济很差了, 总之我对任何负面概念, 我都要有觉知, 一捉到然后问你要不要不要, 不要扔掉, 那我又要调到神经质的频率, 那很明显那下午又有事变的, 行不行? 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你想要的东西, 你又懂得这些自我提升呀, 什么观想法门呀, 念什么咒呀, 去什么黄才神呀, 又拿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你是不是需要童年相同呢? 不需要, 即是说如果你现在对你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 那你其实真的无必要去搞那些事, 但是如果你真是想现在更好, 我们只是提供多一个concept给你, 在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知道, 原来这个东西有很决定性的影响, 这个东西一拆到, 整个频率是飞上去的, 而这个频率, 这个伤痛是原来有很多层次的, 原来有很多生命的东西在这个位置, 每年我以为已经没东西清, 又想不到有东西一清出来, 生命是起飞的, 每年我的生命的舞台, 是我不可以预计不可以想像的, 是完全是暂身的, 甚至这几年我的工作是我不可能想像会来的, 全部都是因为我首先知道原来吃粉那个年轻的频率, 才是真正我, 我其实是不需要那么用力做些什么的, 我只要记得我可以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频率那些好东西就会来的, 但是如果你明白到这一点, 用任何方法处理这个东西OK, 只不过我们这班人就是透过这个系统的healing work, 这个系统已经在香港有十几年, 在全球已经三四十年了, 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学生是遍布台湾, 日本, 英国, 加拿大, 印度, 就是很多不同的地方, 我们都有我们的学生的, 只不过香港我们就以这个中心为主, 做的事就是一些healing work, 去把你这个东西清掉, 而同时带你回到上面, 当你回到上面, 你的生命要发生的事就会发生的了, 所以我用一个简单的终结, 好了, 封城不费劲吸引力法则, 今天我们想讲的就是, 不是你要去吸什么, 是你如果你可以回到刚才吃意粉的频率, 你的vibration, 自然就会吸引所有好东西来, 你根本连什么都不需要观赏, 因为你本来就是注定, 生命是封城, 如果你是别人的妈妈, 当你的viby出生, 你抱着viby, 你会跟你viby说,viby, 世界是艰难的, 所以尽量学好些东西, 如果你不努力, 是不会被人爱你的, 如果你不乖, 世界是不会认同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好些, 你会这样跟viby说, 还是你跟viby说,viby, 你是值得被爱的, 无论你, 你每天大过做些什么, 你都可以拥有妈妈的爱, 无论你每天, 究竟美女不美女, 你都会拥有我给你的所有爱, 我相信你会说后者的话, 那你就知道, 你天生知道,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是不需要做什么苦工, 是应该被爱的, 只不过我们的童年, 有太多事情发生, 令到我们不记得了, 我们原本是可以被爱的, 所以, 先让你知道, 除了这句, 我完全躺开, 接受与祖一切的丰盛, 你要记住一下, 你什么都不记得记住这句, 因为你今晚白听的了, 另外一句是这样的, 我的生命是注定封城和美满的, 因为这个是神的之余, 那你是疯狂这样讲的, 你信也好不信也好, 所以这两句, 我想你真的记住, 带着袋去用, 行不行, 但是当然, 你们都上课, 我们是心理学来的, 这个心理学不是理论那麽简单, 不是, 我们的课程, 那些设计是不可以持续进修那些, 什么都不可以继续进修的, 因为我们不是去做这些事的, 我们的目的就是, 我希望你可以用到, 然后实践你的生命, 而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幸福, 越来越丰盛, 而我们的涉猎的范畴, 是涉及家庭, 健康, 婚姻, 工作, 所有亲自都有的, 所以一路上课的学生, 如果你真的开始实践去用, 你会发现, 你生命的每个范畴, 每年都会好过一年, 每年都比前一年更丰盛, 更轻易, 更美满的, 今天我们只不过将这个题目, 变成一个实用性一点, 跟你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东西, 但你问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主要就是刚才做那些healing work, 就是将你的垃圾跟你清, 让你去明白生命的一些真理,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很多的逻辑理论, 其实你是没有听过的, 你今天明白呢? 可能你之后的选择, 明显就会好些了, 行不行? 如果一会有时间, 你出来看看这个三角图, 是我们主要的核心理论, 你见到这边, 已经是一些spirituality的东西, 就是生命的最后去到天命, 你的生命的灵魂, 所以我们其实是由潜意识的心理学, 去到超心理学, 去到一些灵性的心理学, 我们都会涉及的, 只不过今天我们不想讲得那么复杂, 那么维魂, 但是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有机会上回我们之前, YouTube看我们过去这几年, 很多不同的讲座, 那不同的讲座呢, 它们的主题就会多样性一点, 由亲子, 去到灵性, 去到健康, 去到亲密关系, 去到工作, 去到团队管理, 我们都有的, 那我们今天就将这个话题, 放进去做吸引你法则和封城, 而我真的希望你, 就算你今天什么都不记得也好, 念那两句, 我都希望你这个圣诞下有些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学多些, 明白多些, 那当然我们欢迎你去留下, 或者问你, 带你来参加这个讲座的朋友, 认识多些这个课程, 行不行? 谢谢大家!